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联想 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联想的问题 这一期我们讲讲联想的股权结构 以及它的市值扭曲 全个有用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联想控股的股价并不高 联想控股股价现在市值是150亿左右 这个150亿左右 你想想这么一个市值的 我们跟08年那么一对 你看08年09年 卖联想的那时候还得139亿 好像这个净资产也挺混合的 对不对 这个价格涨得也不高 然后比较符合一些国有资产不流失的 一些调调 包括香港联想股价其实也不太高 我们前面说它挺有价值的 我们杨元庆这个增持了不少啊 但是它的股价也不高 也一千多亿 人家就说这个事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联想的这个股价呀 这个持股结构一直是非常的怪的 就像当初香港联想的持有 我就在说在北京的联想系是一个圈 啊 那个北京联想 香港联想百分之三十三 然后呢 北京联想的控股股都是计算所 然后计算所呢又交给了联想集团 也就是香港联想 这么一个圈 然后接着呢 把这个圈呢打散 你想为什么当时这个上市啊 其实人家说北京联想干嘛不单独上市啊 为什么变成资产注入啊 你需要仔细琢磨一下 因为它那个大股东的话 还是香港联想的 它是个圈啊 所以它这个圈的状态下 它单独上市怎么操作呀 所以这个在尼光南传里头在写 它应该是单独上市更有价值等等等等 但是呢 尼光南它毕竟不是投资专家了 它对这个股权的特殊结构 会对它的一些价值的影响 以及它操作的可能性可能理解不深刻 其实在香港 它变成一个圈的时候 就整个联想控制结构在前边的几期里头 我们已经讲了 那就是你看那个BAR是哪引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BAR呢 只有在香港联想能引出个BAR 所以香港联想这个BAR呢 后头就变成了刘古书的中转公司和港商 后来中转公司呢 不增持 然后就等于港商呢 好像就跟北京联想的股份差不太多 背后又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 有些暗中是否有一致行动人 那大家只有自己琢磨这件事了 反正尼光南传也说了说 很多人可能得到消息事先增持 如何如何云云 所以这时候就会明白 它的最有价值的这一坨资产 它实际上呢 这控制权很早就流失 然后呢 北京联想这个控制权呢 在失控的状态 当然在失控的状态呢 北京联想后来联想控股 我们科学院又补了他很多东西啊 对外一说 你看还有什么八万平米嘛 这些的资产 为什么他这个香港上市的时候就150亿左右呢 虽然这事啊 我给大家这么讲一句话 资本是不傻的 你要说在香港变成实际投资人 他就不傻的 其实我们可以打开一下这个图看一下 在这个介绍联想控股的时候 他会讲他的实际控制人是谁 他的实际控制人写的是什么 连池志同公司 然后你再看看他的股东是谁呢 好多都是叫连池志远 第几几几几 还排了个数 再看这个连池志同在里头又占多少呢 再往下再一打开啊 我们就发现这个连池志同只占他的股权的 这个比较突破你想象 他占百分之零点零一 是这么点的一个占比 但是呢他是实际控制人 也就是他通过有限合伙 他基本没拿钱 拿极少的钱 然后呢 他是一个联想控股的实际控制人 所以他在那个一打开以后 他实际控制人已经不是科学院了 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控制权的流失 但是呢股权多的 一个是科学院 一个是泛海 但是泛海这些资金跟泰山会 跟这个其中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就很有故事了 所以联想呢 他为什么要高分红呢 你像泛海有可能他用联想的股票质押的钱 已经把钱收回去了 他质押的利息他要高分红了 所以这样呢 这公司高分红以后 他就没有增长 明白吧 他就完全按照债券来看 按你分红来看 同时的话呢 你这实际控制人占这么少的股权 开这么高的工资 投资人就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的实际控制人 把这个公司呢 当成提款机 你并不想把这公司发展好 你就天天的在这提款 天天的搞这个利益输送 这个公司现在我还能分点红 我就给你点钱 我就觉得还值 到底最后红能分回来多少 我做一个判断 虽然说有人说 他的资产可能价值三四百亿了 但是我做一个判断 我作为这投资人 大概最后可能就能分回来个一百多亿 所以我的市值就一百多亿了 你的投资人不傻的 能看得很清楚啊 你们就天天在这儿去 扒这个公司的有利的东西 你这么样的去扒公司的好东西的状态下 也不想把公司发展好 那我肯定不给你那个 所以前面说你这个公司 你这个资产啊 净资产来估价 上市公司很少能跌破市净率 人家就说了 你看我们这个可能就要跌破市净率 为什么可能就要跌破市净率呢 一般这个都有特殊原因的 这种特殊原因就是 你的实际控制人所占的比例特别低 你们天天就想着从公司拔好处 那我们投资人就知道 我这实际的这些净资产 我最后能回报我投资人的部分 打了好多折呗 所有人都不傻 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而这个香港的联想集团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其实香港联想集团的这个1000亿的估值啊 整体来讲也是不高 正常情况下 我可以跟大家讲 对这种跟有技术含量的公司的市值的估算 一般来说呢 你销售额多少 你的市值是多少 1比1 所以它的估值呢 估成1000亿 显然是低了很多的 为什么低了很多呢 可能外头人说 有可能资不抵债呀 我看了一看 它的资金状况 以及和同行的惠普和戴尔比 都还可以 真实的是什么 真实的是啊 我们可以把联想的招股说明书呢 再打开看看 这个招股说明书里头啊 大家可以就要注意一下 它的这些股东的构成 在联想的这个股东的构成里头呢 我们虽然说面上开始记得 科学院占多少 北京的联想的那些运营管理的 在持的持股的公司占多少 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呢 科学院占29% 联想的职控持股会啊 联持至远占了多少 但实际上它的控股啊 是联持至同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联想的那个控股公司的一个结构 就等于它控股公司呢 首先大家知道这个前面我都说嘛 它这个结构的差别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联想集团的结构 联想集团呢 我们一打开呢 你真要看它的十大股东 可以看得很明显 这个联想集团 它后头的联想控股 好像持股高高在上 有百分之二十三点几 其他的百分之三呢 什么这个那个的 然后又公开说呢 它取得了一致行动人的比例呢 有很高 大概有百分之四十多 其实这个看着挺唬人的 但是这个我们要注意呢 毕竟这个招股说明书是香港方面做的 香港的跟欧美法系是接着的 然后呢 人家还有集团诉讼 还有一些什么 不像中国内地呢 敢那么样的造假 我们再看一个表就很清楚了 它给你穿透的很清楚 这个表在写着发行人出控股股东外 主要股东的权益披露情况 它这个里头啊 它关键是什么呢 它有很多是间接持股 它把间接持股呢 也给你算上了 这我不一样了 对吧 有些不是直接持股 它把间接持股呢 全一算一算 马上就知道什么呢 它把这几个数啊 我对数字还是比较敏感的 加了一加 这个它披露的前八大的这个间接持股呢 这些人除了控股股东以外 持有的股份的总量达到多少呢 这个数据比较可怕 持有股份的总量达到了 你可以算一下 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三点几 而联想和它的联想控股的控制人的 控股是多少呢 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三 两个数字加上 那基本上是什么 大约百分之九十七的股权 都在这些大股东里头了 也就是说在外头飘的股份啊 就百分之三多 在外头飘的股份是没有的 等于这个股票 完全被这几个大股东的机构在控盘的 而他们这种控盘了以后 他现在在内地 他在发存托凭证 发完存托凭证以后呢 估计可能会像中石油那样爆炒一把 爆炒完了 这些人就可以卖了 实际上是一堆人等着台轿子 也就是说他前面有意的把股价做低了以后呢 股份都持在了自己熟悉的人手里 然后等到一释放以后 他们可以得利了 所以把这样的一个看清楚 你可以看呢 这个杨元庆他为什么要抵押去拿股了 他在这个表里头披露股东之外 他持的股份也是上了榜的 比例也不低啊 所以这都一看 我们就明白了现在联想的股权的结构 他为什么这个股价会有现在的表现 在联想控股上呢 就是大股东拿的特别少 然后真正的控制人 基本上没拿什么股份 然后其他拿股份的有些财务投资者 他通过财务杠杆那个钱已经收回来了 所以他要高分红高分利 然后利益输送 大股东还要有其他的故事 所以人家一看 有那么多净资产还不够你们去扒皮的呢 显然不干了 然后呢 在这个联想集团呢 说是联想控股控股 但是仔细一看呢 到底是不是现在看不清楚 因为联想控股 你说你征集了什么一致保决人 你都让人百分之四十几 前面几大股东加起来 可就百分之六十多哟 就算里头有几个跟你是一致行动人了 你再扣掉点 那也很容易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了 对吧 你们这几个股东加起来占了百分之九十七 所以最后到底是谁控股 看不清楚的 所以你看他公开来说是北京联想控股 但这一次搞脱纯凭证的时候 他为什么说无实际控制人呢 他为什么在这个上来讲 他叫无实际控制人呢 就是说你这几个人把持着这个股价 然后等着北京一上市一回归 然后接着一台轿子 有些人就可以高位套现 然后再圈你一把韭菜 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结构 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下呢 我们不让联想科创版上市 那是非常有道理的 你这个结构 我相信呢 这个发审的人应该能看得清楚的 为什么要去找他谈话问问 我估计也问问一些相关的事情吧 你为什么当时眼睛瞎了 没有看清楚 只是说这样的东西呢 对于普通人来讲 他那个招股说明书嘛 你这么发行钱 那么一下子给你个好几百页 一般人看不太清楚 所以这个事儿人家就老说 你小时候数学训练有什么用啊 我就跟大家有用的很 包括你会数字会心算 对吧 我那时候脑子好的时候 吃饭拿菜单 给菜单我看一样 知道后头的加起来 结果是多少 你算的对不对 所以这样呢 他就是说他列一个表 列一个表里头 你看一眼大概就知道 人家大概 其他人吃股百分之六十多 就觉得这事儿就不对了 就这个数字的敏感性啊 在你脑子里的思维 虽然说你有计算器了 但是你要说按计算器 你就没这感觉了 所以小时候 你让他去练计算呢 你那个看似很枯燥 很没有效的事情 其实有些时候的 大了还是挺有用的 这就是个素养 就相当于你小时候 让人家背唐诗 背了唐诗 有几个靠唐诗活着的 但你背了唐诗以后呢 你有文学素养 你小时候让你做算术啊 做奥数啊 算的挺多的 好多人觉得 看似没用的时候呢 实际上 你对这种数字的敏感性 你的思维的逻辑训练 都是很有用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时候 咱们一看呢 就能看出来 这数字不太对呀 在这种样的数下 它这个股价 为什么这样的表现 那当然就是很有道理了 因为香港的这几个 都是机构式为主嘛 机构都是很聪明的 所以他一到中国呢 你变成韭菜多了的时候 他韭菜就好割呀 就等着你涨价 他好割呢 就等于你回来了以后 他放好消息呢 对吧 所以这样的一个股权结构下呢 其实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股民和投资者呀 其实需要好好保护的 你不好好保护的话呢 你这个里头没这些能力的时候呢 基本上很容易就是被别人算计 中国的股民炒股 一般来说是听消息 听谁权威 跟着谁跑 基本上是这个路数 但是呢 也很容易上当 而且这种样的机构 你像他这样的布了局了 其实有些的大户 也可能被他们宰到里头去 这个的水呀 还是比较深的 所以把这些都看清楚 就知道联想的股价 为什么样的扭曲结构里头 有什么样的故事 当然时间关系呢 这只能简单的说到这 这一期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